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小西敏在快乐的氛围中出生 然后 我就可以没有遗憾地离开了 把重点整理一下 然后呢 产品细节彪红 好的一个 连续收了好几天的黄玫瑰 原谅你了 对了 林子墨跟我说 她在母婴用品店碰到你了 你不是说你最讨厌逛街吗 是不是公司又推出母婴产品了 你喜欢小孩吗 不排斥 我想尽快要一个呢 西叶 我们之前不都说好了吗 我是喜欢孩子 但是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当一个妈妈 结婚和生孩子是两件事情 我想同时拥有爱情和舞台 我不想这么快就被孩子给绑住啊 哎呀 说到他没结婚 你就跟我聊宝宝的事 你也别那么失望嘛 说不定 一结婚我就怀上了呢 人生总是会有突如其来的惊喜嘛 其实 当一个优雅的辣妈 叫叫巴勒也挺好的呀 易总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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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蜗牛出事了 什么 我先不跟你说了 安西 第一次挂我电话 网店上出现了仿冒品 有很多消费者误以为市面上的仿冒品 就是我们承携的产品 市场部已经接到了不少投诉 也就是说我们的蜗牛沐浴路被删债了 各部门今天加班 法务部 及早律师函 公关部 及早声明 市场部 你一个方案 天亮之前给我 务必让消费者看明白 哪个是正班 哪个是山寨 安西 这是你说的蜗牛的事啊 这不是蜗牛的事吗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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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竟然为了这个挂了安娜的电话 真好 第一次有家的感觉 可以安心吃敞开聊 再也不用看人家的脸色 怎么样 我做的饭还说胃口吗 大嫂 我这个人从来不说话的 你做饭比我妈好吃太多了 你吃蜂蜜了你 吃饱饭你开始拍马屁是吧 我佳心啊 菜做的确实好吃 谢谢姑姑 对了 这两个杯子 送过咱们的 没有 我就喜欢蓝色的 真好看 这个人的跟我还不一样啊 我看看 是啊 姑姑属于高贵桑的艳型的 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冰山造型的 这个人爱喝冷饮 我就把杯子做得厚了一点 这样可以保温 看来你是真花心思了 小夕啊 你知道吗 我们娘俩啊 回来这么长时间 在这个家 却没有找到家的感觉 最后呢 没想到最关心我 关心我儿子 那么用心对我们的人呢 确实你 姑姑谢谢你啊 大嫂 谢谢你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希姨今天加班 我先去给她送饭了 好 底板的颜色有三个 易总看看哪个颜色更合适 左边那个吧 其他两个太暗了 易总 我有个想法 要不趁着这次改版的机会 改变包装 顺便调整售价 大家有什么建议吗 先休息三十分钟吧 好 一会儿继续 去吧 拿点三明治 抱抱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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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给你送饭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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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抬起 特别的关心是你 大家说这个最终方案还有意义吗 爱呀呀 爱得很得意 没有道理 那我们就用这个方案吧 等会儿 因为是你 这小天荒 云朵在哪里 隐情都属于你 我爱风景 爱呀呀 爱得很在意 没有原因 一个微笑做出回应 因为是你 这像天空的云朵 在哪里 隐情都是属于你我的风景 好狗 不挡道 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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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手机都不拿呀 谢了 给我吧 你搜迪伦干什么 没事 随便搜搜 上班去了 我们小西米坐在上面一定可爱死了 怎么样 男孩也适合 女孩也会喜欢的 好可爱呀 迪伦 他觉得 你真的把小娃娃当成小西米 用心对待 所以才小心翼翼的 他很佩服你 早啊 姑姑 嗯 江青呢 早 回娘家了 这么突然 你不跟我说一声 不用这样 反正今天做好早饭 轻松忙 没出门了 早啊 哥 好 你这杯子哪儿啊 这个啊 大嫂给我做的呀 还挺有心的 所以那个是姑姑的 嗯 家庭有心啊 他想让游户库这一步 嗯 那我没猜错的话 那个是奶奶呢 这个啊 是我的 嗯 不是 这是嘉欣的 哥 你不吃了 等 等 等 这个呢 是嘉欣让我交给你的 错这么多也怕你吃不完 切糊吧 哎 嘉欣你回来啦 哎 林叔 哎呀 真是营养好 世事啊 大包小包上哪儿去啊 买菜去啊 买菜 嗯 我跟你说你妈妈最近很不对劲啊 总是心神不宁 我跟你 前天我明明要的牛肉面 她非要给我心里种啊 你去跟她好好聊聊啊 陪陪她啊 不好意思 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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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两把新鲜的 好嘞 没问题 我送你两把啊 我送你两把啊 哎呀 你这么大方啊 大单人 哎呀 够了够了 来 来 谢了啊 来买鱼啊 西芝 西芝 这 这墨鱼新鲜吗 这肯定新鲜啊 我告诉你啊 这墨斗鱼 这带鱼 早上五点刚运来的 尤其是这个大黄鱼 可新鲜了 大黄鱼是野生的 那当然 纯正野生 就是贵了点 贵了点 那可不是嘛 野生的能不贵吗 来两条 得嘞 两条 这个行吧 行 别哭了 行不行 哎呀 你不要再哭了 我一天都没吃饭了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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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敬你姐是不是 你是不是想闭着我 你别哭了 姐 姐 江青 我怎么了 我的事 你怎么能不说一声就来了 我跟你说了好几次了 你不是不让我来吗 妈 你没吃饭呢吧 我不招呼你了 你自己去弄 你不用管我了 这不是来帮你的 姐 你看她屁股上 都红了 有小红点 这应该是尿布疹 抹一点油 不动啊 抹一点 好了好了 好了 来 小屁股抬起来 抬起来 放个尿布 好 看就好了 不哭了 好了好了 她终于笑了 不哭了 嘉欣 你要是不来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 我来哄她睡觉吧 你去洗个澡 快去快去吧 那我上去了 嗯 妈妈走了 妈妈走了 乖乖的 哦 小姨便宜 好不好 熬夜的人要多摄取卫生素 才能把元气补回来 今天午餐是鰻鱼饭 菠菜木耳炒蛋 香菇排油菜 海带排骨汤和香蕉 下午的零食是综合坚果 每样都有不同的营养 一定都要吃完哦 哎呦 这个董事长在欧洲的工作备忘录 终于发过来了 在上面说 哎呦 这个蜗牛这太过分了 做的饭这么丰盛啊 什么 嗯 羡慕了 哎 没有 没有 哎 你知道我这次回去 看见蜗牛的闺蜜在干嘛吗 嗯 她在搜狄伦 她要帮陈嘉欣找备胎 你看 哦 她这么关心她呀 不是 关心她说了 她说让陈嘉欣 离你越来越好 她要撮合狄伦还有蜗牛 怪不得 加星王后花鸟的好 你看 董事长前脚一走 这蜗牛就急着回娘娘 你仔细一想 还是有点意思吧 有点什么意思呀 走 走走走 走走走 哎呀